用大白话鸟有趣的科学,我是包包子 我们知道蝙蝠是上百种病毒的宿主 但它自己并不发病,所以号称百毒不侵 那百毒不侵的蝙蝠是真的什么毒都不怕吗? 其实不然 在2006年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山洞里 有人发现了一群死亡的蝙蝠 它们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那就是鼻子周围都是白色的 随后又在更多的地方陆续发现了 其他蝙蝠也死于同样的症状 于是科学家小分队就出动了 通过检测发现 这群蝙蝠死于一种病原真菌的感染 当蝙蝠被这种真菌感染之后 它的翅膀、口鼻、耳朵以及全身都会出现白色的病斑 典型的症状就是口鼻及其周围出现白色的真菌菌丝 所以这种病又称为蝙蝠白鼻病 这种病通常在冬季爆发 但是病原真菌并不直接杀死蝙蝠 而是寄生在它的身上不断地吸取营养 供自己生长和繁殖 但这种寄生偷取营养的行为会严重干扰蝙蝠的冬眠 在病痛的折磨下 蝙蝠会不断地从冬眠中醒来 从而大量地消耗它们体内 为过冬存储的冷酿 最终因冷酿的耗尽 从而没法熬过寒冷的冬天 蝙蝠白鼻病最早发现于美国的纽约州 但是如今它已经扩散了美国其他33个州 以及加拿大的7个省 据估计在最初的10年间 蝙蝠白鼻病已经杀死了六七百万只蝙蝠 如今应该有更多的蝙蝠因它而死 最初只有两三种蝙蝠感染了白鼻病 到目前为止已经检测出 有19种蝙蝠能够被这种病人真菌感染 其中13种有明确的发病症状 有些蝙蝠品种的死亡率高达90%以上 随时都可能灭绝 或许你认为蝙蝠这么毒的生物死了活该 其实不然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人们对蝙蝠有很深的误解 蝙蝠身上虽然检测出了很多种病毒 但是要知道蝙蝠总共有1200多种 并不是每一种每一只蝙蝠都携带这么多的病毒 其次蝙蝠所携带的病毒绝大多数是不感染人的 只要我们不频繁的接触买卖食用它们 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 是不大会出现像新冠病毒这一类流行病的 我也认识一些研究蝙蝠的科学家 他们每年都要去野外抓蝙蝠用于研究 十多年了从没有听说过谁被蝙蝠感染了 此外蝙蝠对我们的生态系统也有很大的好处 它们每年会吃大量的害虫 还会为植物传播花粉和种子 而且蝙蝠还可以用来研究一些科学问题 造福人类生活以及健康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超声波的雷达 此外它还是研究哺乳动物长寿机制的好模型 关于这个我会在以后的节目中慢慢讲 为了避免大量的蝙蝠灭绝 现在科学家正在想尽各种办法 帮助它们对抗蝙蝠白鼻病 例如它们将寄与二醇 毒在蝙蝠冬棉的隧道和山洞壁上 让环境变得干燥一些 从而不逆于真菌的生长 因为真菌一般都喜欢阴暗潮湿的地方 此外利用紫外线照射 也可以检测和杀死这种真菌 还有的科学家正在开发相关的疫苗 但这种疫苗并不是通过注射的方式 进入蝙蝠体内 因为那样很不好操作 它是一种类似于果冻状的疫苗 蝙蝠可以通过舔食来摄取这种疫苗 因为蝙蝠和猫一样也是一种爱干净的动物 它们会帮自己和同伴梳理毛发 所以科学家可以在趁蝙蝠休息时 将果冻疫苗喷洒到它们身上 当它们在抢夺冬棉C位时 就会把果冻疫苗蹭到别的蝙蝠身上 疫苗最终会在它们梳理毛发时进入它们的体内 另外还有一些可以抑制针菌生长的植物类针菌 也被用来防治这种病原针菌 不过到目前为止 这些防治方法的效果都很有限 只是暂时性的策略 目的是为了给蝙蝠争取更多的时间 让它们慢慢适应这种病原针菌 就像欧洲的蝙蝠一样 因为欧洲的蝙蝠通过长时间的和这种病原针菌的相处 早就进化出了相关的免疫力 好消息是现在也有一些迹象表明 美国的蝙蝠也开始产生一些抵抗力了 例如宾夕法利亚的蝙蝠正努力让自己的秋标上的厚一点 为过冬储存更多的能量 这样即便在病痛的折磨下也能熬过漫长的冬天 待到春暖花开时 它还有足够的力气醒过来 从而开始新一年的生活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希望科学家们可以尽快找到更好的方法帮助蝙蝠 也希望蝙蝠能够早日进化出抵抗力过上健康的生活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并点赞和分享